有朋友微信留言问 他打算来美国 但是他准备带少量的美元之后呢 把大部分的钱都存在中国的银行卡或者支付宝里 说到了美国之后 可不可以花他此前出国钱在国内存到支付宝 或者存在中国银行卡里的钱 我的建议是来美国 最好还是多贷点美元 如果你在入境的时候贷的美元太少的话 会引起怀疑是吧 因为美国这边假定你是持旅游签 不管你是用什么签证来美国的话 不管是什么签证 你要是在美国入境的时候 贷的美元太少都会引起怀疑 所以我的建议是 当然美元也不用太贷多 适量就可以 在美国这边如果你是在华人的唐人街 在这边租房子呀消费呀 你通过微信呀通过支付宝呀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在老美的区域生活呢就很难 他们只认美元 我在拉斯维加斯入境的时候 当时是用中国的一个信用卡想付那个房费什么的 就是付那个一些费用吧 当时其实那个房间已经预定了 但是他需要交押金吧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我记得当时是刷中国的信用卡 刷不了 没办法我就交的现金 所以还是尽量多贷一些美元吧 当时我入境的时候贷了2000美元现金 在拉斯维加斯入境的时候 美国海关那个老头也问我 你贷多少钱 我说贷2000 他说你来干什么这样的 所以你带的钱太少会引起怀疑 因为你带的钱少 他就必然怀疑你在这边是想对吧 工作呀 想赚钱呀 对吧 养活自己 这是我的建议 另外有的朋友呢 他们是来美国的时候呢 想在国内把一些出身公证啊 或者一些办理移民的这些资料都带上 我也很不建议 因为如果你的运气好是可以的 在美国入境对你的行李不做检查 直接放行 假定运气不好 假定对你的行李进行检查 如果美国海关这边的官员 发现你的行李里面带着这些申请移民用的资料 对吧 那么基本上你可能就会被遣返 就会被怀疑有移民倾向 所以一般来说还是到了美国之后 经过考察 经过旅游 觉得美国这边是自己比较希望的地方 之后呢 在这边你在对吧 通过婚姻的方式呀 还是什么方式呀 在要申请移民的时候呢 可以再准备这些资料 可以从国内优过了嘛 让家人对吧 帮着办一下优过了嘛 所以我不建议在来美国的时候就带很多这样的相应的资料啊 就觉得比较 就觉得比较麻烦啊 也没必要吧 对吧 因为以前也有一些朋友在来美国的时候就带了 每次都带了一些类似的资料啊 到后来都自己都弄得很乱了 是吧 所以我不建议说一定要弄得特别周全 这个是通过微信回复朋友们 再有呢 还有朋友留言 还是问说485表格符合什么条件才可以填485表格 啊485表格就是美国这边申请绿卡的表格 不管你是通过婚姻呀 还是什么方式申请的美国绿卡 在你申请绿卡的时候呢 都需要填这一套表格 我记得我以前也回复过这个问题 其实这些到了美国之后呢 都不是问题 反正我觉得在美国这边最主要的是入境吧 如果能够来到美国 对吧 一切都很好办 因为首先你要对美国这边进行了解 进行适应 也有一些朋友很着急的是吧 比方说申请了美国这边的绿卡 但是后来发现在美国这边生活的并不顺心 就像有些朋友在这边饭店打工 然后打工几年之后呢 一直在厨房 后来导致听力都有问题 耳朵变聋了 就是听力受损 以前也有我们接触一位女士 她是嫁给这边一个饭店的一位厨师吧 那个厨师好像比她大十多岁吧 但是结婚之后不久呢那位先生就去世了 好像是肺癌去世的 因为在厨房这边工作 每天接触各种油烟 可能对身体造成了损害 她在先生去世的时候好像也就四十多岁就去世了 觉得也很可惜 所以在美国这边并不是像朋友们所想象的有多么好 这边像我以前在路上走的时候 遇到过一个洋人男子年轻的 他也是骗人嘛 说有一个免费的电影可以看 等我去了之后呢 然后其实他是推销他们的一个课程 说我说不想参加 他说我马上就报名 然后后来又卖书什么的 先是五十块钱的书 我说不买 然后又说二十块二十美元的书 我也不买 最后五美元的书 我也不想买 完了他就有点恼羞成怒了 他说五美元对你不算什么吧 我说不算什么 完了他说 那就赶紧掏钱吧 这样的赶紧买吧 然后我当时其实 我当时心里觉得挺难受 但是我也跟他客客气气的 我说现在不想 我觉得不需要 也就没有在他那买 客客气气的离开那里了 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边 美国这边也有好多骗人的 也有好多现成的套路 所以真的不要觉得美国这边就 一定是多么 仁慈啊 不是那样的 远远不是那样 包括这边的一些教堂 对吧 虽然教堂 有些人认为是能够洗敌人的心灵啊 什么的 但实际教堂也是 我个人觉得呀 就是有些教堂也是一些人敛财的这么一个工具 耗着大家捐款 然后这个款项呢 对吧 后来怎么着花了也具体也不太清楚吧 对吧 这里其实也有不少这种利益集团在后面 包括这边的一些 不说选举吧 也不说一些政策吧 对吧 包括一些人辛苦工作的这个税收 最后呢 好像很多都花在流浪汉的身上 然后对吧 包括这边的保护租客 其实它最深层次的意思也是为了拉到这些人的选票 是吧 所以美国这边其实水也挺深 很多时候 不要觉得美国这边就一定是 对吧 绝对的 对吧 所谓的民主呀 什么的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啊 这里头其实华人活得 有的活得也很苦 每天不停的 在这里饭馆这样劳作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 现在有些朋友所说的说 你看你说美国不好 为什么不回国呀 我觉得整体来说美国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 不希望说 朋友们把它理想化 不要觉得美国这边有多么的理想 仅此而已 就是 当然美国这边有它 对吧 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其实就是 怎么华人在这边你怎么样去适应它 你适应美国这个环境 其实真的很难 包括像我以前在国内学过英语专业 我也有美国这边的学位 都觉得这边好像都都不太容易啊 包括如果我想把英语进一步加强都很难啊 就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大体上美国这边就是需要 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准备啊 怎么样去在这边选择自己的职业啊 因为这边它已经有一个很成熟的这么一些套路啊 怎么样让人们保持基本的这种生活啊 可能在旧金山至少说你就很难能买得起房 可能你在这边打工赚的钱呢 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呢都交房租了 你能剩在自己兜里的钱就不多 对吧 另外呢 美国这边的医疗保险呢 这里面其实也很复杂 在这边看病是特别特别特别贵的 但是如果你要买保险呢 如果你不买政府的那种福利性的 不买政府那种福利性的保险呢 每个月交的医疗保险费其实也不低 所以我还是觉得不太建议朋友们把美国过于理想化 当然欧洲那边呢 欧洲那边的福利高 但是税也高啊 它也是一把双刃剑的 你说欧洲的福利好 但是对那些上班的人交的税也高 有的交的税差不多到一半了 这样的 所以怎么说呢 反正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吧 只有自己到了之后 真正感受了才能够意识到这里是不是适合自己 也有朋友留言说 怎么这么多华人到美国去 他们怎么去的呀 其实 旧金山这边主要是靠那种亲属移民 比方说 一个人有绿卡了 然后他就申请他的配偶 或者之后呢 孩子呀什么的 之后呢 申请父母呀 兄弟姐妹呀 一点点这样主要是庆祝移民比较多 呃 反正华人嘛 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 不论是美国美洲还是欧洲 还是澳洲对吧 都有很多华人的身影 呃 也希望华人的在世界各地呢 能更多一点 这样的其实也是无形中是一种 对文化的一种传播吧 大体就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中国生活呢 虽然可能有一些制约 对吧 有很多方面可能不如意 但是内心可能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踏实吧 你的感觉很重要 你怎么样去认定你跟周围环境的关系 那么就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的高低 是吧 反正我觉得假定我回中国的话 那么我可能会更加会生活了 我觉得这个重要性就在这个 你到美国之后 出国之后 可能再回中国呢 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吧 嗯 好了 就说这么多吧 就是大体也这样 好了 再见了 今天是星期六 这边街道上也比较热闹 也有很多人